食用油又出問題了 檢調昨天會同台中市衛生局漏夜稽查 也是油品大廠的福茂油廠 發現了福茂所生產的兩款橄欖油 標榜來源是義大利或西班牙 結果呢卻是混餐了大桶油 時間長達了兩年以上 另外呢還有四個品項也涉及了標示不實 總共裁罰了一千五百萬 檢方也約談了福茂油廠林姓處長 今天凌晨以五十萬元交報 又傳出由廠商開心混油 出問題的這兩款福茂生產的橄欖油 都是混的而且是混大桶的油 它有的寫義大利有的寫西班牙 那事實上這兩款的油是我們大桶產業 那其他的四款是真的是有用到 西班牙或義大利的橄欖油 但是它沒有百分之百的是橄欖油 台中衛生局會同檢方一號前往福茂台中廠房 發現這兩款漢式橄欖油標榜百分之百進口 來自西班牙和義大利 卻參有五成左右的大桶橄欖油 另外這四款也分別加入不同比例的 芥花油或沙拉油 明顯標示不實 而且第一時間衛生局前往稽查 廠商還見不吐石 他不是不配合不講實話 就是規避 是 所以我們用 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從我們跟他抽的十件裡面 有六件的油 他的紫黃霜有異常 衛生局已經存封問題油品 達一萬六千多罐 也以一罪一罰原則 六項油品每項罰兩百萬元 共一千兩百萬元 衛生局也認為 業者態度不佳不誠實 開出三百萬元罰單 總共罰金達一千五百萬 而福茂總經理下午趕緊出面道歉 衛生單位已經要求福茂主要通路商 全聯福利中心要將問題油品下架 而檢方目前也繼續追查 是否涉及詐欺罪 在約台油品廠臨近處長之後 二號凌晨以五十萬元交保 記者台北台中綜合報導